这个礼拜当中就有满满的论文门 甚至还有一些国际题都在等着你 那论文门的最新当然我们不只是看林志坚本身 也要从中华大学开始看起 也越来越多的料被爆出来了 我们也都知道少子化的影响 确实让学校很难经营 那学校要立谋深入也没有问题 但是被挖出来说 中华大学在过去的接标案 有几个是他的最大的 这个等于说金主 第一名是新竹县府 第二名是新竹市府 第三名是桃园市府 六年接超过快要六千万的标案 更有方间在说 只要有厂商听到说 中华大学有参与这个标案 或是准备要来投标的话 其他厂商大多都会弃标说 因为应该都会内定给中华 这件事情其实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你觉得中华大学参加这样标案 然后变成了无敌 可不可以 我认为可以 所以如果大家 因为中华大学现在被妖魔化 因为他是林志坚的论文出发点 发给林志坚论文的 然后他因为他什么样都不行了 那我觉得这样讨论太过烈乎了 中华大学其实学术界本来就是这样 不然 像大家每个人好像似乎 那种坐在这一排的都不能赚钱 就是只要罗友智去赚钱 哇你看啊 你这种打着名嘴的旗号到处去赚钱 开公司赚钱 那我要干嘛 我是在光合作用吗 老师 哇 郑春旗你看开名称 对不对 当然老师没有啦 又穿很好吃啊 哪天他在那边被他看到吃精华铁板烧 你看 因为每个人滚到转破 你吃这么好 非常奇怪 滚到转破都不能吃这么好的 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先抛掉 再来讨论事情 那我觉得比较好讨论 第二 那这样子的标案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不觉得这个方式就有一点像 你看看这些老师 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会变KPI 他变业务啊 这就会变成人家说的学店 怎么说 因为中华大学他为了要活下去 对不对 他在创造很多的论坛 基金会标案 所以 因为光收学费不可能养活学校嘛 一个人才多少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现在 学费大概多少钱 采薇你们现在是一个 私校要六万多块 对我那时候五万七 那我那时候才一万多块 我国立大学 时代不同 不是你国立大学 我们就私立学校啊 现在国立大学多少 你们念国立 一万多块 还是要一万多块 我也是一万多块 那时候 哇要六万哦 对啊 你看 就算六万 中华大学我刚刚去查过 现在学校学生4700多个 如果你这样乘下来 一年的收入也才多少 光盖一个学校一年要花掉的钱啊 那个成本 折旧 对啊 你说光靠收学费够吗 不够 所以一定要他会再开很多的赚钱方法 包括做标案 像这次的那个所谓什么 株科 TCIS TCSI TCSI对 的那个指用 用台湾消费指数 然后来评估科学园区 跟附近的人 消费者的观感 这个案子 就是林志坚这个案子吧 45万 一年要多少这种案子 他被每个老师 就会被人家定标签 那你如果今年都没有开发这些东西 你除了自己的升等论文之外 你没有这些标案 就是对 你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一本对学校来讲就是40万50万 40万50万 老师还要去兼拉生意 对 你们看到的是这种叫做研究案 可是在学校看来就money 那如果没有这个学校 你光收学费 那你就是要他是退场的嘛 所以这些好 会经营的 你有学术伦理当基础的 就像台大像清大像正大 会保有自己烂船也有三分钉 所以学生的论文 老师的教授品质 脑袋里面想着学术 还是想着money 就会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像这样子的做 老师变成了KPI 这些老师满脑子就是money 你敲门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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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鑫老师 哎哟笑懂 你这个月才一个案子 李老师 你这样子 我一个月还要付你多少钱 对 你对得起你的心水吗 底门就拉下来弹了 对对对 所以再介在就是你看到了 赫立行艺人指导473本论文 所以他在收这些论文的时候 他就会想什么 我收到林志堅 我收到杨文科 我收到中耀昌 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这本 这个论文对学校来看 就是陶竹苗 未来的那几件标案 当这三个学生 收进来之后 校董 董事会就开始会去算了 去查一下 陶竹苗最近有什么案子 我们中华大学可以做的 董事会 然后业务 没有啦 当然没有业务 他们的总务 或者是他们的研究 大学好像有一个特殊位的 这种研究案 成立了一个研究团体 老师 贺老师你负责这个 李老师你负责这个 就开始会去优说 那林志堅反过来 林志堅去念这个中华大学 他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他是人家的人脉 他当然知道 他是人家的图章 所以林志堅自然就会 跟大学老师讲 如果你要我这么努力 认真帮你在新竹 桃园 新竹县市各个 包括杨文科 包括中央 那我的论文你总得帮个忙吧 我很忙耶 那这个叫做什么 上下交相贼 给个互相啊 但是你能说他们怎么样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教育制度 你广开大学之后 就是这种下场 你把大学搞这么多 每个大学都要去搞这种 money 然后养活自己这个学校 那不就是越来越烂 那就是你看到的 学位量饭店 如果不这么做 我不多拉一些名人进来 我怎么未来会有这些钱 你不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更要 应该去做检讨的 整个学术尊严荡然无存 可恶的是 后面张景森啊 或谁啊这些人 才开始在那边讲说 硕士论文有必要 不是讨论重点 论文有没有 不是重点 是整个学校 怎么看待你的高等教育 是你怎么让自己 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生存下去 有价值的 不是啊 每个人对学校来讲 现在都叫KPI 都叫money 你叫这些老师 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尊严 飞生你觉得会不会有尊严 没有而且他如果在忙着 拉这些生意的话 他要怎么样好好看一篇一篇论文 这个是中华大学啊 对啊你没错啊 473耶 就像在医院里面看医生的医生 他来问诊临到473挂号 你觉得他看得好吗 一个医生一台 一台去看四百多的 白人你觉得会好吗 这不就是台湾的 现在的健保制度造成的吗 为什么是健保制度 后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 太简单化 但是今天所有东西 都是林志坚抄论文造成 我们用林志坚这件事情 好好把这些黑暗面 全部都掀开来看嘛 不是指路为马 现在这些人都在指路为马 重点全部画错 包括姚慧珍啊 包括这些 每天都讲那些 我听不懂的话 今天是我们学术伦理 重点下一波 这也是我之前讲的 第一枪满罐炮的第一分回来了 王鸿威得到第一分了 第二分呢 第三分呢 第四分呢 你应该要把这四分全部拿到 第二步叫学术伦理 到现在我们有看到真正 国民党有那个能力 把这些学术伦理换起来 现在有的是 许巧兴自己在努力 王鸿威在努力 自己跑中华大学 去唤醒这些人 其他人呢 你死了吗 然后台大就悄悄的 开始发给各个同学 一个新的 要你签声明书嘛 对啊 要去比对你的论文 未来以后要如何 不就是这样吗 那国民党里面 多少博士硕士 你在学术界完全没有联系啊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 难怪被人家说烂就是这样 王鸿威打那么辛苦 现在还要打的人 自己亲自一个个去拜托老师 那什么党啊烂党 我问郑春贤老师 因为刚刚也讲到说 这个我们像他讲到的 鹤立行教授啊 他十年产出了 这数字不都在上面了吗 473本的论文 换句话说 他一年大概可以看 22位学生的论文嘛 我们就平均下来 不过如果你真要比 像张善政总共加起来 大概也才47个人 郑春人我刚刚所说 如果他要忙着去外面 拉这些生意 谈这些标案 或者是要帮这个学校 做到这样的KPI的话 用这么大量他可能真的有办法 一一去做比对吗 有这刚刚讲的什么有错 就是说我们不能行事 不能看表象嘛 人家量多不见得就是 一定是腐烂 但是呢 这个问题不在于他的473 关键是其中一篇的林志坚 现在发现问题很大 如果你量不是问题 那从直下走 如果林志坚这篇问题这么严重 而且是超了那人家自然合理的怀疑 说你是那个400多篇 那个值到底怎么样嘛 如果是很难 那当然这是个合理的怀疑 第二个 今天如果我是合理型 人家敢质疑我 我马上就跳出来 我马上出来为自己申辩 让大家知道说 我是全台湾最辛苦的老师 我这么卖命 这么认真 被你们讲成这样子 请问合理型长什么样子 大家现在有印象吗 没有看过啊 不知道啊 他没有出来为自己的学术尊严捍卫 光这个行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如果你觉得你清白就应该出来 473不是问题啊 那如果你不出来 你躲起来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另外我所知道 你今天讲不客气一点 就是开学店卖学历 然后还包案 没有关系 如果是真的是刚刚讲到说 这个结构性问题 当年就是广开大学 搞得今天是使得这个扫子化 入不敷出 那你一种变通情况之下 那也拜托 你可以把那个 学术论文的品质稍微差一点 但你不可以操啊 你这个已经是连格都没有了 你说没有那么多原创性 或者是大体小作 一点点要当作一种学术的训练 但是你不能做到毫无原则的操 泛滥到这种地步 你学务没有做好你人都做失败 这才是最严重的嘛 而且是师生大家共谋 甚至变成是个行规 甚至变成好像是个 我刚才讲的是贡业 我最同意贡业这两个字 现在他们有应该讲说 中华大学也不是你们想那样啊 是挺难的 很难啊 那是啥意思啊 什么意思 比烂啦 可以这样子吗 那赵临之间是绿的嘛 我看那个什么 许民财以前的那也是绿的吧 当年那个特别费啊 苏贞昌处来讲共业的时候 我是气得要止 我有零特别费 我才不跟他共业了 我才没干那种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 过去国民党如果干错的事情 你民进党指着人家鼻子骂 你绝对不可以做 你做的已经很严重了 他现在说这就是共业吧 意思是说大家都同样啊 你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搞在一起 一起拖下水 然后帮自己开脱 所以苏贞昌讲那个共业 我认为是最最最无耻的 是最不要脸的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等于是变得就开脱了 那现在好啊 学术界大家都在卖学历 大家都在制造复旦的很多 各种做博士 然后呢不只从学费里面捞 卖学历里面捞 还建立重要是建立政商关系 然后可以去帮标案 你今天国家 说真的是很可恶的 你今天一方面用补 因为这个学校生存困难 特别是私立学校 用补助案控制 这个教育部长潘文中 也是个大坏蛋 另外你讲说这个产学合作 合作是要往正方面去嘛 而不是说叫一些官家的 公家的标案 随随便便给这些 然后他好像在喂养 好像给奶水 在收买 可以这样子弄吗 你官学合作是要往正面 是要研究 是要开创 方向是对的 结果你们不但正的没做 还做成是反的 变成怎么样 我把这些地方首长 或者民意代表 拿来这个我们学校 等他们毕业变成我们的校友 然后校友有的大位 有的大位是我们学校去标 标这种所谓的官方的 所谓的学术案 那根本就是放水案嘛 而且坊间都在传嘛 反正你中华大学 一定标得到嘛 对啊 我是说那这种东西 变成是怎么样呢 你开学店赚学生的 已经很糟糕 你今天还赚国家的 而且还变成这么一个互通 把这个钱这样子搞 那就看谁有本事啊 谁的那个 谁的毕业生里面 那最好是把总统 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或全国大家一把照 大家一把捞 你可以把学术尊严 把学术地位 弄到这种地步吗 我在讲 大家为了生存 品质再低一点 那稍微这个学术 开创 原创性没那么高 量多一点 负担一点 你也不可以到 这个广结善缘 然后到处好像在布建势力 那另外是拿来当作一种交换 然后大家在看谁的势力够 我看那个中华大学 还在讲一些话说 我们不是最多啊 他说啊 他说那个 那个新竹市 他们只捞了 这个2181万 然后呢 原赔更多 他说原赔5000多 那是什么意思 全帐也很多 跟刚刚一样 然后呢 但新竹市就不一样 你中华大学是3059 他也把玄奘大学拖下来 说玄奘大学也弄了2594 你这个什么样的辩护态度 你就轻轻直播讲 我们该拿的都拿 我觉得我们拿出来的学术水准都很好 我们没有对不起标案 没有对不起国家 还没有对不起人民纳税钱 应该讲这种话 他说这个也弄了 你看那个也弄了 就跟刚刚那个是 蓝绿一样一起 那你一样这个逻辑 那个学校 可能可以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我是说 这一次不只是这个林志坚 但是我们焦点不要 因为这样焦点就糊掉了 还是先回到林志坚 我昨天也跟那个 刘法尔的人讲说 你们这两天那个 李梅真太棒了 是啊 他本来是国民党的负债 现在变资产 不是 你对比那个林志坚算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林志坚 希望我刚刚讲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从教育部到以下到校长 到这些指导教授 借林志坚自清 然后自己呢忏悔 然后自己改过 让学术界还恢复一点生机 绝对不能让他跑掉 他人家躲起来不见了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继续追 才会等一下我们虽然要进了广告 但广告之前我还是要先问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中华大学 他的副校长这谢宏莲他就说 刚刚这个我们赞老师 你帮我们前情提要 他就先说你去比比看嘛 我们有领特别多吗 我们没有嘛 不过他也提到说 不要忘记哦 其实中华大学满蓝的 什么意思 那你满蓝的代表别人的论文 可是别人论文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有问题 要怎么帮我们辩护咧 其实我想要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位副校长呢 我觉得他会讲出这种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荒谬耶 满蓝那是什么意思 你就到副校长的学术专业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大家都知道吧 学术之前不问蓝绿 不问政治立场 那我们在说中华大学不好的时候 我有说你很绿吗 我今天就是在说 林志坚他的论文有问题啊 我有说林志坚很绿 所以他很坏 他坏透了 他糟透了 因为你很绿 所以就是你没有学术伦理 我们有这样子讲过吗 我们有曾经这样子讲过说 你很绿说你很烂吗 没有啊 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你的学术伦理 你的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 去做质疑 确实啊 采薇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测译啊 最近我刚刚找了一片 就发现大多数人 不太敢碰这个题目 碰了之后发现 还真的就像这副校长一样 你讲了一句话 反正惹了自己一身心耶 因为水很深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啊 你看今天我们来 你只是因为学术伦理 然后出来质疑你的论文 指引你学校的状况 然后就被打成 我们这个学校也很烂哦 不要扣我们哦 扣我们大家会一起死哦 是这个意思 对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攻击我们哦 因为你们也有份哦 好如果你真的要说蓝绿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张图 他说他说这个 时任国大代表林郑泽嘛 蓝营的 他说以前是出资者 也是这个创立学校的 其中之一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他是15分之一 15分之一 对 那时候出资者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主要出资者去找 这个主要出资者在这边哦 叫杨玉泉 他是主要出资者 然后他是找他其他的朋友 其他股东 然后来出一点点钱 然后来办学校 那当时大家一定会想说 我办学校 其实是要培育青年人才 不会有 不会有太多的人拒绝 而且如果你有实力 你有能力的话 15分出资者 然后就可以被打成说 你也是共犯 你也很蓝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从这张图来讲 我们的这个主要出资者 杨玉泉他是谁呢 他是倡议建设的董事长 好那他跟我们的林志坚 又有什么呢 什么样的关系 他跟林志坚呢 他们曾经拥有共同的土地 而且最重要的 他跟民进党关系非常非常的深 他是这个民进党现任发言人 李延会的公公 而且他还曾经捐过400万元 给谁 给蔡英文 所以整个关系图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谁 贺力行 贺力行是谁 原来贺力行跟这个杨玉泉也有关系 他是谁 他是这个倡议建设开发的读董 他是读董 有一个教授可以做到读董到底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是林志坚论文在中华大学的一个老师 也帮马上帮林志坚护航 所以这张图马上就知道了 我不问你蓝绿 那到底整个状况是什么 其实都不用大家去看很明显 好再来他们还说 其中有一位校长是张家柱 张家柱是马英九时期的经济部长 其实私立学校大家都知道 校长通常呢 他就是因为拥有学术专业 所以我期待你来帮我做专业的指导 其实他在事情啊标案啊什么整体的规划上面 校长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经营权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把校长也拉下来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可耻 而且我再讲一个 这是我自己查到的资料哦 中华大学他的注册率极低 什么叫注册率呢 注册率就是说我录取学生 但是最后学生有没有去报到 有没有真正去读学校 有没有选择你这个学校 对这叫注册率 那在私立学校当中 中华大学的注册率很低哦 他的注册率才只有77.6% 那我们就不拿这个国立大学来比较好了 我们拿一样在香山区那边的原制大学 离这个中华大学骑车不用10分钟 原制大学这个等一下资料 我可以提供给这个制作单位 原制大学他是103.7% 同样都是私立学校 好然后再来看其他私立学校 长庚大学100.1% 静怡大学97.2% 冯甲大学102.4% 那这样比较下来是什么 对77% 那这样的注册率 你显然你在学生当中的风评 就是没有很好啊 那为什么一所风评没有很好 然后注册率这么这么低的学校 还可以拿到政府这么多的标案 这不是水很深还是什么呢 然后再来看李延会 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 李延会跟他的关系 所以你要护航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他们就是为了护航而护航 但是李延会的讲法就是代表说 只要现在你成绩很好 直接说真的 你这些成绩也没有很好啦 上口中的成绩很好 只要你现在很好的话 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做过的错事都没有关系 对我真的觉得这种护航 你要在全台湾人面前讲出来说 真的要很有勇气 而且尺度要非常非常的高 我要问一下文群哥 就是先我们现在看到逆风的乌鸦 在昨天也PO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贴文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他里头讲也主要是说 如果以犯罪案来比拟的话 今天因为是林志坚 他的这个教授叫贺力行 所以贺力行在第一时间 其实站老师他确实没有露脸 但他的声明有出来 他是挺林志坚的也帮忙护航了 但是由他今天来当证人的话 真的适格吗 逆风乌鸦他说以犯罪来做比喻的话 一场结案里面有冲进去抢钱的 也有在外面把风的 还有在车上待命的车手 然后现在冲进去抢钱的被逮了 外面把风的跟车手 他们出来作证说那个劫匪没有犯罪 这样的证言谁能够采信的 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来讲 其实对我们一般民众来看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来说就是 它就是一个共犯结构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你如果说像刚刚 我想很多来宾也讲了蛮多 很多民众心中所谓的 不能说的秘密 谁很深的问题以外 其实民众最在乎的 是你的论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谁出来作证重要吗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只是需要游林之间自己跳出来说 不管他今天是中华大学的也好 或者是台大的论文也好 他必须要跳出来告诉我们说 那你现在这些抄袭率 那我们看到英文讲说叫Platerson 这个单字就是你的所谓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他的那个雷同率是高达7成 甚至于9成以上这些雷同率 那为什么你必须要站出来解释 那其实我们像这样看好了 像民进党这阵子一直在主打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蓝军的 或者是有侧翼的风向 一直在带风向 然后希望去导向 变成说这一切都是抹黑 那如果你觉得是抹黑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要站出来 解释为什么雷同率这么高 这才是民众真的想要知道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者 我们其实回归到 之前的高雄市长补选 我们看李梅珍的部分 李梅珍他其实讲真的 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他当然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有些问题 但是他也很有guts的承认他做错的事情 这就是民众想要知道的 当你真正做错的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那个guts站出来 告诉人家讲说 不好意思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那就算说你抄袭这些论文之后 你后面的这七八年 你在整个市政新竹市政做得很棒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掩盖你以前做错的事实 那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是你愿不愿意站出来 面对全国的人民告诉我们 你到底有没有做错的事 这才是民众想要知道的 我们要插播一下 在今天的这个本土疫情的最新的数字 给大家参考 今天一样是没有开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不过今天本土的病例是27708例 另外死亡个案有71例 来我们有这个其实在这几天 你刚好有跟李梅珍取得联系 大家也就说刚刚其实陈如来宾也讲 他在这一次的回应的高度 有展现出来 而且也让大家看到说 同样一件事情 更显得林志坚 你的态度有多么的双标 他说面对自己的错误 其实并没有这么难啊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大家有空随一下我的抖音 我把它简单的剪出来 这个就是李梅珍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因为蔡英文去年怎么讲李梅珍 最后还是说 就是选择面对自己的错误 并没有那么难 给一个分享给建哥 让我来报仇 第一步准备做 你觉得高度够不够 对 你觉得高不够不够 高下力判 而且更让你惊讶的是 他现在重新再念回硕士 这几天新闻大家有看到 而且他念硕士的初心 第一个他告诉我 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告诉我 我要让我女儿 以后Google他妈妈的名字 以他为荣 而不是都只记得2021年 2020年那次补选 然后他妈妈被人家打败了 然后他的论文造假 所以他为了他女儿 他要把他念回来 第二 因为他女儿 他女儿过敏皮肤比较严重 他女儿那个脸有点粗粗的 你看有些小孩子 不像我们那种胶原蛋白充满 你知道吗 有的会 有些是先天的 对对对 然后梅珍本身是念化工 他自己在家里面 常常会拿一些橄榄油 什么自己调保养品给他女儿 结果他发现说 他在调的过程里面 好像很多不足 就以前学校学的忘了 他想说我把他念回来 我把以前化工念回来 然后自己要亲手做这些新的 然后不会伤皮肤的给他女儿 甚至在以后可不可以推广出去 然后抵在这一次的过 够吧 你现在在暗示三个孩子的霸凌之间 要怎么样去赎罪是不是 哈哈哈哈 林志坚有三个吗 对 三个孩子 对啊 那林志坚信不希望以后自己儿子 女儿 Google林志坚是这一段 我只问你这句话就好了 李梅珍有这样子的高度 有这样子的起心动念 他为了他自己为了家庭 当然我们大家会把他无限在说 他现在有gots够勇敢 那是我们对他这个人做事的看法 但是林志坚你有没有对自己负责 你连对自己负责都不愿意 你将要让林志坚论文造假跟你一辈子 而且跟到你小孩上大学 你小孩念论文 你小孩写论文 你的大学教 小孩子的大学教授 是不是还要再看林志坚面子 再给你小孩子过一次 无限轮回 李梅珍决定到这边停掉 请问一下哪个高度够啊 这还用比吗 就像前天朱学恒讲的嘛 网路直播没关系 烂 什么你比鸡腿 你凭什么跟李梅珍比啊 人家已经把以前的事情放下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而且愿意真实的重新再念回来 而且要念的学校是郑修 又是很多人讲 那不是很国民党的吗 我跟你讲 郑修要收李梅珍的时候 还真的考虑过 会不会又被人家无限放大 会不会又被人家检视 后来郑修看到他的论文的题目 跟他的想法 收你 我们一起来给他一次机会 对 所以你觉得美不美 这整个过程是充满了勇敢 而且你们要不要再想 从当时补选到现在 如果你是李梅珍 你受了这一阵子 被人家霸凌的滋味吗 而且其实你刚刚讲的整段故事 有一个谬误之处 学校本来就应该先看 你研究的内容 要不要收你 什么时候变成学校 其实还要去想一下 担心说有可能会遭到网络霸凌 就是现在的气氛 你知道所有跟民进党做对的 收民进党不要的 收民进党骂的人 你就看以后就出事 李梅珍是被人家骂死了 被人家 讲到李梅珍就一路跟着骂 你看黄杰 高敏林 天天在说李梅珍 你不要说什么 你现在Google李梅珍 上个礼拜 有一个教授 因为论文出事 李梅珍翻版自由时报 所以就李梅珍自助餐就对了 对啊 只要所有跟他怎么样 李梅珍翻版 李梅珍论文的 就是他你看像李梅珍一样 像李梅珍 几乎变成一个恶性名词 负面名词 你有办法过这一年吗 你知道我去看过李梅珍几次 为什么 如果是你 你没有办法经历过这一段的 他整个人的情绪 常常会处于一个 自己否定自己 跟他吃饭的时候 他常常会有那种 有这个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说没有 你没有做错 你怎么会错呢 可是我被大家骂到 我觉得我是错的 不是大家骂 就代表你是错的 你只要愿意重新再来 你要愿意 诚实面对这一切 我跟你讲你可以的 吃完饭 他还是一样眉头深锁 可是这次我访问他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因为我的能量没有像朱学恒那么大 有五六千个人在看 我那天访问他大概只有七百个人在看而已 大家没有去看了可以去看 我跟你讲你会把李梅珍这三个字 从此以后叫阳光女孩 他才是真正的高雄的阳光女孩 他真的整个完全面对自己 然后去念这个硕士 我真的衷心祝福 他赶快把硕士念回来 而且他硕一了 他现在迈入硕二 我希望他把他念回来 那一天我们大家 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再看看李梅珍 他整个解了 解了林志坚了 现在开始了 你不觉得地狱很公平 很公平 李梅珍受过的苦 他后来用什么方式自己来解决 林志坚你未来也会藏到 可是他这一次上来了 请问一下林志坚 你要继续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吗 但是你现在可以好像抬头挺胸 装的一副好像很阳光灿烂的样子 你自己回到家的时候 愁阴产物的模样 你真的要葬送在政治操作 2022年的桃源市场选举里面吗 为了民进党的面子 为了小英男孩的面子 为了你本来就喜欢 把自己弄得帅帅的 漂漂亮亮的面子 那他要怎么回头是岸呢 你没办法了 就像黄光琴讲的嘛 现在他做什么决定都错 是 他一做如果承认错 小英男孩兵败如山倒 死凹下去就是堕入无间地狱 李梅珍这一年尝过的苦 你将会尝到 所有的呢 未来有关论文的一定就是 林志坚翻版 你信不信 再有人写李梅珍翻版 我跟你讲这个报纸或这个媒体 我跟你讲上尽天良 下次一定是写李梅珍翻版 林志坚翻版 请问一下你要跟多久 跟到下一个李林志坚出现了 你到底要还要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堕落多久 林志坚你是聪明人啊 你真的要好好的自己想一想 未来要怎么过这一段时间 再来 我觉得逆风乌鸦讲的这些真的都没错 整个台湾的学术界 我第一次讲 我这次第二次再讲一次 一个林志坚换台湾四大三头 台大 调查局 足科管理局 所有的全部都下去陪葬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能耐 这个人这么的帅气 这么的天重英才 我们台湾要从台大 从学术界 从我们司法界 国安局 再加上足科管理局 从工的 商的 法的 我全部陪葬下去 为什么 我想要问民进党 台湾重要还是林志坚重要 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嘛 一个林志坚你要用学术界 商界 工界 全部下去陪葬 请问林志坚对台湾这么有价值吗 这个价值错乱被你民进党真的弄得乱七八糟 我的头都傻了 林志坚有这么的价值 他做过什么事情 让我们台湾值得用三分之一以上的八部二会的能力 然后陪葬他 然后台大到现在还不愿意 两个月 李梅珍那时候一个月 我再跟大家一个时间 李梅珍那时候一个月 中山大学说 我一个月之内就调查 那你为什么要两个月 你要压着地址 让你的底嘛 而且后续的处理 你们自己一看中山大学的处理 一副就是 你不可能啦 你不会是我们的 连什么调查 连李梅珍的指导老师 后来都被学校勒令不准再接朔博班 所以这老师觉得丢脸 就像我们跑新闻当记者 我跑完新闻了 但是不能挂罗友志 这老师不教了 申请退休 是这样子正在对待李梅珍 请问一下 整个台大 你怎么对待陈明通 你标准一样吗 双标党这三个字我已经不想讲了 这个已经不是双标党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要 因为这事情陪葬下去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这几天之间 有很多来宾刚好都坐在 我们的二三位三四位 然后每一位上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很抱歉 我就是国发所的学生 然后他说我们学校 你高嘉宇也是吗 不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是啦 高嘉宇也是国发 国发所 我更对林志坚的题目非常有意见 应该没有人去讲过他这个题目 他题目叫2014年他自己的选举 对不对 这个所叫什么所 叫国家发展研究所 原来在民进党的心目中 我的选举就是国家发展 是喔 你老师还可以把它列为题目 我不懂耶 国家发展等于林志坚胜选 然后一次还出两道 哇 你们对你们国家来讲 民进党的选举就是国家 民进党之间的胜利 就是国家的胜利 所以叫国家发展研究所要研究这个题目 这个国发所烂掉了 烂掉了 大家不觉得这个严重性 国民党不觉得这个严重性吗 为什么我们几个名嘴一直说 下一步一定要把学术轮理换起来 国民党要赶快去把这些学者 你们有办法的资源去告诉他们 小义大义 这一波如果你们不起来 以后就没得起来了 因为台湾的所有学术研究 将会被人家看扁耶 你知道国外都已经在纷纷在传了 台大怎么会变这样 下一步我们会更惨的是什么 数位中介服务法 有没有在关系 请问哪一个党在关系 我们自己媒体的人 喊破了喉咙 国民党你在帮我们关系吗 只有民众党的蔡壁炉愿意帮 未来数位中介服务法一出来 我跟你讲连李梅珍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连教都没带个教 你也不用讨论 我一反过李梅珍 我跟你讲就是被陷了 你信不信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 我们不是来骂国民党 是你现在是当今最大党 真正该做的保护学术伦理 你必须挺身而出 而且所有大学教授最多的 我相信一定是国民党 你一定能换得起学术尊严 我不认为我们台湾学术尊严 应该葬送在林志堅这种小子身上 这才是我担心的 这也是我们这几个一直在呼吁的 如果你们认为说 国民党现在做得很好了 你们还只是在做选举考量 对不起 2022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在乎的是整个台湾 真正要怎么活下去 林志堅一可能搞法四大三头 这个就是民进党 像是这个文化大学 大传系的教授王翔玉 他就举 为什么会讲到这次 叫做学位量饭店呢 就比一比 刚刚郑老师你也看到 这一次我们讲到了鹤立行 他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产出 是473位 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也提到 像张产正是47人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拼计月数了 正况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物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